经常这样观想,佛菩萨的力量就跟你合而为一。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十诸大众文说的藏菩萨摩赫萨成就无量称赞功德。 皆获稀奇,得未曾有,尊重恭敬,皆大欢喜。 至新地观的藏菩萨,目不赞舍,大家都感到真正的希求,皆获稀奇,有殊胜的意思。 得未曾有,过去未听说过,对地藏菩萨产生了尊重恭敬,生起大欢喜心。 至新地观的藏菩萨,目不赞舍,观察地藏菩萨得相。 地藏菩萨来到在会中,大家就这样观察他,地观得相。 无论是修观音法,修文书法,修普贤观法,在法华经最后一品是观普贤菩萨。 我们修每一法都如是,在这里你必须观地藏菩萨的相。 无论你请了指相也好,词的也好,乃至同住的也好,随便每一尊相,只要感觉很庄严,殊胜感升起的时候,你就要观想。 就从他的宝座开始观起,或者是莲花座,或者是在九华山地藏菩萨座前那只狗,善听。 从那只狗身上开始观想也可以。 最好是先观莲花,地藏菩萨坐在莲花上,观那个莲花的光明,乃至地藏菩萨家夫坐的光明,再观察身的光明,观察头部的光明。 由下往上观,经常这样观想,让地藏菩萨的光芒住到你的顶上,地藏菩萨面相入到你的心脏之中。 你的心脏有莲花瓣,自己去观想,就观想成熟了。 先是度你,后来跟你合而为一。 你这样观想,再加上诵地藏经,久而久之,你只要一座义,地藏菩萨就在你心中,别人看见你,或者你在说话,帮助别人,给别人回向,地藏菩萨就会加持你。 自己没有什么力量,但是因为你这样观想地藏菩萨,地藏菩萨就入到你的身心,地藏菩萨力量就跟你合而为一。 所以,别人能得到好处。 这些遇会的大众都是大菩萨,他们对于佛如此赞叹的藏菩萨,感觉很稀奇,从来没有听过,得未曾有,所以尊重恭敬,皆大欢喜。